楚剑秋的金龙分身接过那枚空间戒指 点了点头说道 为老大笑老 这都是俺应该做的 大乌龟文言连忙说道 大乌龟 你继续进入七剑仙府中 回到我的无垢分身身边吧 那里现在更加需要你 楚剑秋的金龙分身看着大乌龟说道 七剑仙府中危险重重 再加上还有陈水宗和营货宗这样的大敌 大乌龟的实力不弱 有大乌龟在身边 也是一个很得力的帮手 而且 如果自己的无垢分身在七剑仙府中 得到一些重宝的话 也能够让大乌龟随时送出来 是 老大 大乌龟文言 立即点头答应道 嗯 去吧 楚剑秋的金龙分身挥了挥手说道 老大 拿安走了 大乌龟也没有过多逗留 向楚剑秋的金龙分身打了一声招呼 就转身走进了七剑仙府的大门中 楚剑秋的金龙分身 拿着那枚空间戒指返回南州 进入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开始用那块化结中品的玄雷石炼制九天巨雷符 化结中品的玄雷石 其实可以炼制更加高级的九天巨雷符 只是用来炼制一级的九天巨雷符 就有点大财小用了 不过 为了尽快增强玄剑宗的实力 楚剑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楚剑秋的本尊 从这枚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颗化结中品的赤脂灵果 开始吃了起来 随着他吃下这颗化结中品的赤脂灵果 一股庞大无比的能量 从他的腹中扩散开来 只是 这股能量刚刚扩散 便被混沌之尊血脉 开始疯狂地吞噬着 楚剑秋的先天倒体 同样也在如鸡似渴地吞噬着这些能量 感受到这一切 楚剑秋忍不住一阵苦笑 他无论吸收什么样的能量 混沌之尊血脉和先天倒体 都会先把他吞噬大半 只有剩下十分之一 才会让自己去炼化 转化为自身的修为 这也是为何 楚剑秋的本尊 修炼速度这么慢的原因 由于他所修炼的 混沌天地诀的原因 他体内无论是丹湖 还是经脉的宽度 都非常巨大 是同阶舞者的百万倍 甚至是千万倍 这让楚剑秋突破一个境界的时候 所需要吸收的能量 也是同阶舞者的百万倍 甚至是千万倍 本来这样 就已经让楚剑秋 在突破一个境界的时候 所需要吸收的能量 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再加上 他平时修炼吸收的能量 还有大部分都被混沌 至尊血脉和先天倒体 给吞噬了 这让楚剑秋的身体 简直游如一个无底洞一般 无论多少能量灌进来 都好像永远装不满一样 而且 这些能量除了被混沌 至尊血脉和先天倒体吞噬之外 有时还被他体内的天照流离火 和弑雷珠吸收 有着这么几大吞金兽 这让楚剑秋突破一个境界 所需要吸收的能量 几乎是普通童节舞者的上亿倍 也就是说 供应楚剑秋突破一个境界的资源 都足以制造出上亿个童节舞者了 也好在楚剑秋的赚钱能力非常出色 否则 光是满足他个人修炼所需要的资源 就已经足够他头疼了 楚剑秋吃下化解中品的赤脂灵果之后 他体内的天照流离火 也窜了出来 疯狂地吸收着这些能量 赤脂灵果 本来就是最好的火属性的天才地宝 天照流离火在吸收这些能量之后 等级开始迅速飙升着 天照流离火 由一开始的先天下品 迅速提升至先天中品 很快就飙升至先天上品 数个时辰之后 天照流离火 便已经飙升至先天极品的品质 在这个过程中 楚剑秋的肉身得到不断的淬炼 他所修炼的真武身体 也自然而然地突破到第十二重的地步 不过 在天照流离火 晋升到先天极品之后 便停止了下来 因为此时 他体内的那些赤脂灵果的能量 已经基本上被消耗殆尽了 这颗化解中品的赤脂灵果 大半的能量被混沌之尊血脉和先天道体所吞噬 小半的能量被天照流离火所吸收 只剩下一点微不足道的能量 被楚剑秋转化为自己的修为 所以 楚剑秋虽然吃下了一整颗化解中品的赤脂灵果 但是他的修为提升幅度 却很是有限 楚剑秋并没有继续吃下一颗赤脂灵果 在吸收了一整颗赤脂灵果的能量之后 混沌之尊血脉和先天道体 都已经有点吃撑了 如果他继续再吃一颗化解中品的赤脂灵果的话 那庞大无比的能量 估计会直接将他撑爆 虽然楚剑秋体内的丹胡非常广袤 混沌天地绝炼化能量的速度也非常快 但他再怎么逆天 目前也只是非生境巅峰的修为而已 承受的能量也还是有一个限度的 短时间内 一下子吸收太多的能量 他也会消化不了的 在见到天照琉璃火 晋升为先天极品的品节之后 他体内的施雷珠不由大事不满 又开始骚动起来 赤脂灵果的能量 是火属性的能量 和施雷珠并不运和 所以 之前施雷珠只能在一旁 眼睁睁看着天照琉璃火 吸收这些能量 而空自眼缠 他所需要的 是九天巨雷符所吸收的那些雷属性的能量 对于施雷珠的骚动 楚剑秋随手就把他给镇压了 他可还不想找死 他手头上所拥有的那些 吸收了天雷的九天巨雷符 所吸收的 全部都是第五道天雷的能量 这种级别的能量 可还不是他现在的实力 所能够承受得起的 雷霆本就爆裂 很难控制 万一是雷珠在吸收那些天雷的过程中 一个控制不住 整个灵符里面的天雷瞬间爆炸开来 那岂不是糟糕 虽说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他有着绝对的掌控力 应该还不至于被炸死 但如果被炸个半残 那也不是除剑秋想看到的 当年和按摩族的那一战 让他遭受重创 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养了几十年的伤 这才彻底把伤势养好 除剑秋可不想因为这种小事 再花几十年来养伤 因为那一次的重创 已经让他本尊的实力有点落后了 之前和沈希涵比试的时候 差点连沈希涵都打不过 要是再耽搁个几十年 即使有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 十倍时间加速 他也不敢保证 会不会真的被沈希涵超越 如果到时候 真的败在沈希涵的手中 那可就麻烦大了 要是他手中有吸收 第四道天雷的九天巨雷符 他还可以考虑考虑 让弑雷珠尝试一下 毕竟 以他如今的实力 再加上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第四道天雷 他还是承受得起的 在炼化了这颗化解中品的 赤之灵果之后 楚剑秋没有继续在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待着 他离开了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通过跨界传送阵 进入到虚灵大陆中 现在 也是时候再去清理清理那些 巨灵大阵之中的骨魔之气了 自从在虚灵大陆布置下 那九个巨灵大阵之后 楚剑秋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进入虚灵大陆 清除一番那些聚集起来的骨魔之气 这一来 可以帮助虚灵大陆 净化天地灵气 二来 也可以吸收这些骨魔之气和天地灵气 来点亮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星斗 对楚剑秋来说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楚剑秋进入虚灵大陆中 到那九个他之前布置下来的巨灵大阵中 让混沌之尊塔吸收那些 聚拢的天地灵气和骨魔之气 这一次 混沌之尊塔把九个巨灵大阵中的骨魔之气和天地灵气 全部吸收一空之后 这才点亮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第五十六颗星斗 彻底点亮第五十六颗星斗所需要的能量 楚剑秋估计大致相当于二十万亿九品灵石 在第五十六颗星斗被点亮之后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星光又浓郁了一倍 星光效果达到了九品灵石的两百万倍 此时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所修复的疆域又扩大了一倍 已经达到了相当于十个天舞大陆大小 在被点亮的第五十六颗星斗中 楚剑秋又获得了一次浮阵传承 这一次楚剑秋所获得的浮阵传承 是一个叫做天羽剑阵的阵法 在得到这个叫做天羽剑阵的阵法传承的时候 楚剑秋不由一阵惊讶 他原本还以为在点亮第五十六颗星斗的时候 会获得九天巨雷夫的更高一层传承 却没有想到 这一次获得的浮阵传承 却并不是九天巨雷夫 而是这个叫做天羽剑阵的阵法 楚剑秋仔细参详了一番 这个叫做天羽剑阵的阵法 越是参详 楚剑秋便越是吃惊 这个天羽剑阵 简直是奥妙无穷 虽然它的形式是法阵 但是稍加变通 又可以变换成阵阵 要是再加以变换的话 甚至还可以把它化作一门威力巨大的武学 把它当作阵法来用 就有法阵的妙用 把它当作战阵来用 又可以作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巨大杀招 如果把它当作一门武学来用的话 在个人的战斗中 同样能够发挥出巨大无比的威力 当然 用法阵和战阵施展着天羽剑阵的话 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要是当作一门武学来用的话 施展起来 难度可就大得多了 这需要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才有可能施展得出来 天羽剑阵非常玄傲 也非常复杂 楚剑秋这次所获得的天羽剑阵传承 却也只不过是获得第一重的传承而已 至于后面还有多少传承 楚剑秋也不知道 只有等他把混沌之尊塔 第二层天地后面的星等 也一一点亮之后 或许才能够获得天羽剑阵 后续的那些传承 不过 光是天羽剑阵第一重 对目前的楚剑秋来说 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更高的传承 以他目前的实力 也根本施展不出来 天羽剑阵第一重 如果是当作法阵来布置的话 至少需要一百零八柄 一节神兵的长剑法宝 才能够布置出来 而且 这一百零八柄一节神兵的长剑法宝 还是最为核心的部件 除了一百零八柄一节神兵的长剑法宝之外 还需要三千六百柄先天长剑法宝 作为辅助 光是布置这天羽剑阵的第一重 就需要耗费巨大无比的资源 而要是作为战阵来战斗的话 则至少需要一百零八名一节径强者 才能够组合得出来 如今的天羽大陆所有的化节径强者加起来 也才一共二十多名 即使再加上蓄灵大陆的化节径强者 也才不过堪堪三十名左右而已 要想凑够组成天羽剑阵的化节径强者人数 可还有不小的差距 好在自己的无垢分身 在七剑仙斧中得到那么大的一块玄雷石 接下来应该又可以让玄剑宗 产生不少的化节径强者了 在让混沌之尊塔吸收完 这九个巨灵大阵中的古魔之气 和天地灵气之后 楚剑球又对这九个巨灵大阵 进行了一番调整 让这九个巨灵大阵 巨龙吸收天地灵气和古魔之气的速度 更快一些 他的无垢分身 在七剑仙斧中 获得不少高阶的天才地宝 这些天才地宝中 有很多都是可以用来布置阵法的材料 有了这些高阶的天才地宝 楚剑球自然也就能够布置出 更加高阶的阵法了 在把这九个巨灵大阵调整了一番之后 楚剑球便离开了巨灵大陆 返回了南州 继续开始闭关修炼起来 巨灵大陆 天急封印上空 咦 风长老 你有没有感受到 这天地间的古魔之气的减弱速度 好像又提升了好几倍呀 灵结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一脸惊异地说道 嗯 的确是提升了好几倍 风驰 福乐福河下长须 很是高兴地说道 看来 又是楚兄弟动用了什么手段 让这天地间的古魔之气 加快净化了 按照这种速度下去 估计最多二三十年的时间 我们巨灵大陆天地间的古魔之气 就会被彻底净化了 灵结仔细感受了一番 天地间古魔之气的减弱速度 满脸欢喜地说道 楚兄弟对我们虚灵大陆的恩情 真是太大了 风驰感叹道 楚剑秋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手帮助他们虚灵大陆 这一份恩情 简直是比天高 比地厚 对了 灵结 隐月和楚兄弟之间的关系 发展得怎么样了 风驰转头看向灵结问道 这段时间 隐月很少回来 倒是灵结 往天舞大陆跑了好几次 所以 对于隐月和楚剑秋之间的关系 风驰也不是很清楚 也只能问一下灵结了 呃 我上次去天舞大陆的时候 问了一下徐衍和西长老 西长老没有说什么 但根据徐衍告诉我的情况是 他们两人的关系 好像没什么进展 徐衍说 楚兄弟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闭关修炼 很少露面 估计西长老 也找不到和他接触的机会 灵结沉吟了一下说道 听到灵结这话 风驰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他一脸不解地说道 你说 他们两人这是怎么回事 楚兄弟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对隐月有意思吗 怎么到现在 他们都还没有成就好事 他对这件事情 一直都很关心 如果隐月能够和楚剑秋 解为道理的话 这不单只可以报答楚剑秋 对蓄灵大陆的恩情 也可以进一步加固玄建宗 和蓄灵大陆的关系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或许这是他们年轻人的矜持吧 灵结文言也是一脸苦恼地挠了挠头说道 不如你去让隐月主动一下 我听说楚兄弟的身边美人不少 隐月要是不主动的话 楚兄弟会不会把他给忘了 风驰想了想说道 好吧 我下次去天舞大陆的时候 和西长老说一下 灵结说道 到时候 我也顺便向虎爷请教请教 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灵结在去过几次天舞大陆之后 自然也知道 吞天虎是楚剑秋身边最为得宠的灵宠 论起对楚剑秋的了解 吞天虎应该是最清楚的人不过了 灵结有一次去天舞大陆的时候 恰好碰到了吞天虎 被吞天虎强行按着脑袋受为了小弟 灵结虽然感觉这事有点丢脸 但是无奈他也打不过吞天虎 迫于吞天虎的淫威之下 也只能认了 你说的虎爷是谁 莫非是那只大白猫 风驰文言好奇地问道 风长老 晋升 听到风驰这话 灵结连忙说道 说着 他犹如坐贼一般 左右打量了一番 见到四周没人 这才放下心来 灵结 你这是怎么了 见到灵结如此奇怪的举动 风驰不由更是疑惑了 风长老 这大白猫的称呼 你以后万万不可再这样叫了 这要是让虎爷听到 这可不得了 灵结苦笑道 他在吞天虎的手底下 吃过不小的苦头 甚至吞天虎不好惹 这大白猫的称呼 在玄剑宗中 只有少数几个人 能够这样叫他 其他人要是也敢这样叫的话 这是会惹得虎爷 很是不快的 虎爷认为 大白猫这个称呼 很是有损他虎爷的威风 在那几个连虎爷 都惹不起的人面前 被这样称呼也就罢了 他也无可奈何 但要是其他人 也这样叫他的话 他就很是不爽了 而要说大白猫这个称呼 还只是会让虎爷不爽 那么 纯虎这个称呼 那更是虎爷的禁忌 如果谁敢在虎爷面前 说出这两个字 那等待他的 绝对会是非常凄惨的下场 风驰实力虽然很强 但灵结也不认为 风驰能够打得过吞天虎 风驰要是犯了忌讳的话 估计照样也逃不了一顿胖揍 这话怎么说 听到灵结这话 风驰不由好奇地问道 风长老 你这是还不知道虎爷的厉害 随即 灵结把吞天虎的忌讳 和他在天舞大陆的英雄事迹 向风驰说了一遍 听完灵结的讲述之后 风驰不由一阵久久无言 他实在想不到 那只看起来呆萌可爱 人畜无害的大白猫 居然会如此的凶残 甚至连徐眼都被他揍过 风驰都有点难以想象 徐眼那座冰山 在被那只呆萌可爱的 大白猫揍的时候 究竟是怎样一幅画面 所以 风长老以后如果见到虎爷的话 还是客气一点好 灵结看着风驰说道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风驰连忙说道 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虎爷的作风 他又怎么可能会主动去作死 那可是拥有二节性战力的决定强者 他哪里招惹得起 风驰心中不由几分感叹 跟在楚剑秋身边的人 就是非同凡响 听顾雪松说 当年他第一次遇到那只大白猫的时候 那只大白猫的实力 连他都远远比不上 而现在 那只大白猫 都已经成长为 连他这样的化洁净强者 都招惹不起的决定强者了 如此骇人的成长速度 着实是惊世骇俗 匪夷所思 南州 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 楚剑秋的金龙分身 一连练制出了上百道的一级九天驱雷服 练制出这么多的九天驱雷服 那块玄雷石也才堪堪消耗了十分之一 如果把这块玄雷石全部用完的话 估计能够练制出上千道的一级九天驱雷服了 不过 楚剑秋却并没有这样做 毕竟 这块玄雷石可是化解中品的玄雷石 如果都用来练制一级的九天驱雷服的话 未免有点可惜了 这种级别的玄雷石 是完全可以用来练制二级九天驱雷服 甚至是三级九天驱雷服的 玄雷石珍惜无比 还是得留着一些备用为好 而且 一百道的一级九天驱雷服 对于现在的玄剑宗来说 已经完全够用了 玄剑宗由于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如今修炼到半步化洁境极限的舞者 还并没有多少 一百道的一级九天驱雷服 都足够玄剑宗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楚剑丘把其中的二十道 一级九天驱雷服拿出来 卖给虚灵大陆 换取了一百多件的一截神兵 和十数件二截神兵 虽然楚剑丘这一级九天驱雷服 买的价格有点贵 但虚灵大陆那边 却还是甘之如银 风驰等人很清楚 他们虚灵大陆如今缺的 不是化洁神兵 而是化洁境强者 拿十件左右的一截神兵 换取一件一级九天驱雷服 在他们看来 这还是非常合算的 虚灵大陆在得到这二十道 一级九天驱雷服之后 风驰开始挑选虚灵大陆中 一些天资好 修为高 并且值得信赖的人 把这二十道一级九天驱雷服 分发下去 当然 把这些九天驱雷服 分给这些人 也并非毫无代价的 风驰同样也让他们拿出 足够的战功来兑换 如果战功不足的话 那就先欠着 并且 风驰还按照楚剑秋的吩咐 让这些拿到九天驱雷服的武者 保守秘密 毕竟 九天驱雷服在玄剑宗中 算是等级极高的机密 目前也只有极少数人 才有权知道 楚剑秋的金龙分身 在炼制出 一百到一级九天驱雷服之后 他便开始重新封锁九西大陆 让那些修炼到半步 化节性极限的武者 进入九西大陆中 进行闭关突破 而对于林醉山 段千和 于静和 天凤公主 洛雪平 龙骨翠 胡白宁等一众化节性强者 楚剑秋也没有让他们闲着 他把天语剑阵传授给他们 让他们进行演练 这天语剑阵 楚剑秋打算把他用来当作 对付暗魔族的一个强大的杀手锏 虽然要想组合成天语剑阵的完整战阵 最少也需要108名一节性强者 以玄剑宗目前的一节性强者的数量 即使加上虚灵大陆 也凑不出这么多的化节性强者来 但那些欠缺的化节性强者 楚剑秋则是让一些实力强大的 半步化节性武者来暂时代替 虽然这样组成的天语剑阵 并非是完整版的天语剑阵 但同样也能够发挥出极强的战力 而且如今他已经炼制出 这么多的一级九天拘雷服 凑出这么多的化节性强者 那也是迟早的事情 南州炼气坊 淳于石带领这一众炼气坊的炼气师 经过一番辛苦研究 总算炎制出了 十万人级别的九阶中品战阵甲兵 在炎制出这一级别的战争兵器之后 淳于石立即通知梁雁灵 让梁雁灵组织大军来进行试验 经过一番试验 最终发现 这十万人级别的九阶中品战阵甲兵的战力 足以和最为顶尖的半部化节性强者媲美 楚剑丘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亲自赶过来试验一番 在楚剑丘的亲自操控下 这十万人级别的九阶中品战阵甲兵 居然爆发出足以媲美顶尖的一节径强者的战力 见到这一幕 楚剑丘不由很是满意 有了这十万人级别的九阶中品战阵甲兵 玄剑宗的实力再次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如今的玄剑宗光是非生境大军 就达到了整整七千万人 如果这七千万的非生境大军 全部都装备上这十万人级别的九阶中品战阵甲兵的话 再配合大庚金战阵 那爆发出来的战力将会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而且 要是再算上盗盟的那五千万非生境大军的话 天舞大陆的总体实力 那更是强大 玄剑宗如今有了这么多的化节径强者 再加上这十万人级别的九阶中品战阵甲兵 也总算有了一点自保的底气了 即使是面对三阶神兵的绝顶强者 楚剑宗都有信心与之一战 楚剑宗让淳于是带领练气房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全力炼制十万人级别的九阶中品战阵甲兵 至于其他的事情 都暂时先放在一边再说 对于楚剑宗的吩咐 淳于是自然不会违逆 而且 目前来说 他暂时也无法研制出 更高级别的战阵甲兵 毕竟 光是这十万人级别的九阶中品战阵甲兵 他的控制中术 便需要半部化节神兵级别的法宝了 而帮助他炼制 高级法宝的最重要的助手霍灵 如今也才半部化节径的修为 他的极限 目前也只能协助淳于是 炼制半部化节神兵级别的法宝 至于更加高级的化节神兵 就不是他目前的修为 所能够炼制得了的 七剑仙府 大乌龟经过一个月的时间飞行 再次回到了白衣楚剑丘的身边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白霜宗 陈水宗和萤霍宗 也都又有不少舞者 赶过来和各自宗门的舞者汇聚 白衣楚剑丘 龚野炎和小青鸟 经过这一个月时间的修炼 在赤之灵果的助力下 他们的修为都提升了不少 尤其是白衣楚剑丘 修为更是几乎已经提升到了 天眼镜巅峰的极限 距离突破半部化节径 也就只有一线之隔而已 由于楚剑丘的这具无垢分身 在肉身上不像小青鸟的本体那么庞大 它所修炼的功法 也只是一般的化节功法 紫青九玄弓 所以 它在突破一个境界的时候 所需要的能量 远不如本尊那么夸张 甚至都比不上小青鸟和宫尉炎 它所吃下的那颗化节中品的赤之灵果 虽然被体内的天照琉璃火 吸收了不少能量 但剩余部分的能量 却也足以让它突破到半部化节径了 毕竟 一颗化节中品的赤之灵果 所蕴含的能量 是非常庞大的 也就是楚剑丘的无垢分身的底子 打得极其扎实 舞蹈根基远比同节舞者要雄厚得多 否则 要是换作普通的天眼镜巅峰舞者 敢像他这样直接吃下一颗 化节中品的赤之灵果的话 那庞大无比的能量 估计会直接把它给撑爆 这一天 正当众人在默默修炼的时候 此时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古厅云的身上爆发开来 这一股强大的动静 顿时把所有人都惊动了 众人纷纷朝着古厅云这边看了过来 看着古厅云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 白衣楚剑丘不由吃了一惊 这傻妞不会是直接突破的化节径了吧 在这种环境下 她又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她居然敢直接突破化节径 这傻妞疯了不成 而果然 随着古厅云身上爆发出这股强大的气势之后 下一刻 天空中浓密的节云便开始迅速汇聚 厅云 你怎么这么鲁莽 在这种情况 你居然敢直接突破化节径 见到这一幕 古铜光顿时慌了 他看着古厅云又气又急地叫道 突破化节径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不做万全的准备 谁敢轻易去面对天结 因为谁也无法预料 自己突破化节径的时候 究竟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会引来多少道天雷 稍一不慎 就有可能会在天结之下 身死盗销 命丧黄泉 古厅云可是他唯一的妹妹 要是古厅云出现什么三长两短 他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